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不算多的 因为我跟我爸妈可能大概一两礼拜打一次电话 然后平常忙的时候可能就不打之类的 生活琐事 学习情况 找工作情况 杂七杂八的 因为我跟父母关系还不错 然后杂七杂八 对对 而且我有弟弟妹妹 所以常常都会聊 打的时候一打打 点好吃 就因为可能咱的话比较多嘛 其实就聊聊什么国内 就发生什么事啊 听觉 然后问我们一下你一样啊之类的 就大家互相交换一下信息 静静的学习情况 然后还有找工作的情况 就是日常感觉 然后做饭 然后出去玩 肯定出现 首先可能是学校的学习和生活 比如说这个老师好烦啊 那个作业怎么这么麻烦 还有 还要吐槽一下队友 比如说这个阿里同学怎么这么堪 就会 他们关心一下我生活 学习 关心一下他们生活 工作之类的 交流一下情报嘛 你不跟你妈妈不这样吗 我跟你妈妈怎么样 因为其实签证方面的话 可能家里面会有一些亲戚啊 然后朋友帮父母准备 然后这方面就不需要我去操心了 然后在美国旅行的上 其实订酒店 订机票这些 我觉得大家作为留学生应该也都挺熟练的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打算带他们去加州 我要去哪儿安排好 然后把租车行程计划订好 然后把租数订好 然后就自驾游吧 反正就随意一点玩 自己包办 然后父母掏钱嘛 对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最近也就好在做这个旅行计划 我大家需要我 他们自己旅行 我自己 他们会在加州玩 然后我会邀请我高中同学过来 如果爸妈挺想去西部的 一直跟我说 因为上回 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去了东部 然后这个毕业的时候可能他们过来西部吧 当时就是他们大概来这边十几天左右 然后我毕业完了之后立马就是参加完毕业典的时候就走 就玩东部大概什么纽约 黄尔队啊 费城啊 就这条线这 挫折其实不是计划 其实一开始计划的时候 我已经给他们打我一棒针 我说因为我爸妈都不会英语 然后我说回头你们到的时候 我大概给你设计一下比赛每天选玩 然后你就跟我们玩就行了 但是最挫折的时候 我觉得他中途有夭鹅子那种 就我爸特别变奇 他老想看美国那些新建东西 比如说就我之前那地方 就俄伦布又是海河州 他就其实枪支管支还挺严的 就是你要是拿枪的话 你得考证啊什么之类的一种 然后其实不像德州那种是什么卖枪 像满大街什么一个店 我爸特别想看人家枪那种 说我上去哪给你弄见 然后他之前还想去一个什么 我现在都没记住那地儿 反正就是一个鸟不拉石一地儿 一个工厂 然后去visit人家一个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不对外开放工厂 我后来发现 然后他又飞来去那看一个 也不是卖半导体的还是卖什么的 反正他就特别喜欢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他没跟我说之前 我说你要天跟我说 我大概我就有个了解和相关的 就算人类工程 我还不去看别的啥 他提那地儿就我看什么飞机也飞不到 然后你开出来拍好几小时 中间跟我提着飞要去 然后我们来吵一下 就是老提这种腰额的 这种就挺得头疼的 其他都还行 我父母在去年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已经来过了 说一首策划拍的 但是我感觉我的父母 因为在纽约也许是 完全可以不用说英文的 他们来了两天之后 就不要我了 我当时就来了巴尔迪王 我还来了我们学校 但是当然没有进来 就在门口转了两天 然后我父亲表示 这四个小时 就像我是来自新的 只飞纽约要14个小时 我父亲表示太久了不想做了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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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